儿童散瞳后近视75度能恢复吗 如为医生特邀专家杜兆江 西安市中心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如果说儿童已经散瞳 散瞳那就是看多大的孩子 如果说12岁以下的 甚至15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建议是要用结状肌麻痹散瞳验光 也就是要用阿特品来散瞳验光 如果用阿特品散瞳验光以后 它的度数还是75度 那肯定就是一个真心的近视 就是近视了 近视了以后是不能逆转的 肯定是需要戴眼镜的 这个概念是一定要明确的 如果要控制近视呢 首先对于孩子来说 第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配一副合适的框架眼镜 因为这个对孩子来说呢 又经济又方便 那很多家长觉得 这个戴了框架眼镜以后 孩子度数增加的特别快 怎么办呢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 就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目前来说 比较流行的 也是科学的一个办法 就是戴脚膜塑形镜 当然这个呢 就是对孩子的年龄 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要七八岁以后 就孩子有一定的自理能力 而且卫生条件要好 还有呢 对脚膜局部呢 也有一些要求 有些孩子必定适合戴 只要适合戴的孩子呢 那我们还是建议 先戴脚膜塑形镜 因为它的这个控制效果 在所有的方法里面 应该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明确的 但是有些孩子呢 它戴不了脚膜塑形镜 或者说它排斥脚膜塑形镜 那我们可以戴一些功能镜片 和框架眼镜类似 但是这个镜片呢 是特殊设计的 对镜式的控制呢 也有一定的效果 另外呢 就是一些度数特别高的孩子 那可以戴一些 就是脚膜接触镜 就是也是戴跟这个脚膜塑形镜一样 也是戴到脚膜上的 但是是排天戴的 类似于隐形眼镜 但是它的设计呢 又和隐形眼镜不一样 还有呢 就是有些孩子呢 我们可以给他 就是用一些药物 比如说是低浓度的阿托品 但是低浓度的阿托品呢 对孩子的近视呢 有控制作用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有些孩子呢 确实效果不是很明确 而且呢 就是说你一旦开始点呢 每天都要点 一直要点到这个孩子的度数稳定 就是它发育成熟 那这个过程呢 特别的长 因为这个药物 点时间长 会不会在局部产生 这个一些不好的作用 或者说十年 二十年之后 会不会因为长期使用这个药物 而在局部 或者全身产生一些不好的作用 这个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结果 所以呢 用药物 我还是不是特别推荐啊 就慎用 另外呢 就是有一些仪器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叫补光仪 是不是对孩子的近视控制有效果呢 那么已经做了一些研究 是有效果 所以呢 还是要去医院听医生的建议 当然最好的办法 我觉得就是 首先大量的参加户外活动 每天最好有两三小时的户外活动 第二呢 就是改变学生 儿童青少年这个行为习惯 坐姿 学习的时候要端正 要做好一尺一圈一寸 另外呢 就是要注意这个 劳逸结合 也不要挑食 保证孩子的睡眠 这些呢 对近视防控呢 都是有好的作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